一 我是郭力兄 很高兴给大家分享这一年来我的属于见证 诗天127天一节 若不是烟花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烟花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我的人生曾经就是做什么都是错 做什么都像经文上说的 都是枉然劳力 但是后来我只是一次的顺服 就带下了其大的祝福 在这充满天灾荣祸的一年 在保林老师的教导下 我居然拿回了老赖欠我的所有的钱财 几十万 然后被正式案例为传道人 闪电般的又结了婚 学会了粤语 学会了讲道 被正统神仙院录取 顺利来到香港 至今安然无恙 最重要的是我的生命被根性改变 我尝过主人的滋味 我知道神拣选我 我要快跑跟随他 以赴所述三章二十节 谁能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力 充充满满的成就 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 我结婚赚大了 不但没有去花钱 还收了很多长辈们的祝福 就连我提亲的礼物都是表弟家提供的 十几万支出 场面却超过了五十万的效果 神为我拣选的婚庭公司 只收了成本价 由于疫情 六月份本来政府禁止酒店举办婚礼 但是正当所有人都觉得要拖到下半年举行的时候 政府突然发布通知 六月份可以举办婚礼了 然后呢 正好酒店那段时间呢 就刚开放 知道的人呢 就并不多 而且呢 就算知道呢 他们也不一定啊 敢在疫情期间举办婚礼 所以我母亲呢 就定了六月二十一号的那一天 神要彰显她的座位 所以这一件事就成就了 好像什么事情就 那么刚刚好 到了婚礼那一天呢 我才知道 哦那一天是日全时 太阳发出了奇异的光芒 保玲老师呢 解释说 整个宇宙都在为主效力 庆祝神奇妙的作为 对吧 庆祝 神所喜悦的人的婚礼 婚礼当天呢 举行了非常的圆满 就连在场的服务员都看傻了 一个个的处在那里 一动不动的 在婚礼上呢 很多曾经爱我 关心我 为我惋惜的亲人 以及教会经常为我祷告的老阿姨 他们都心里很得安慰 而且大有盼望 他们表示呢 神真的是为了好神 邓灵终于犯盘了 在神凡事都能 是的 哈利路亚 婚后 这个岳父岳母呢 非常尊荣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 直到我母亲平时一个人孤独 我又在香港 就请她去龙门泡温泉 还经常陪伴在她的身边 我父亲呢 来参加婚礼当天 岳父还特地送了她好多的白酒和香烟 都是很名贵的那种 我非常的感动 我知道神所祝福的婚姻呢 是跟世上的婚姻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天差万别的 两个人结婚 却带下一群人受盟慰 受安慰 孤独的母亲 盟慰寿 为女儿结婚发愁的岳父岳母 大使落地 教会年轻人呢 见证了我的这个婚姻之后呢 都很受服务 因为他们本来是很失望的 对自己的这个将来 对婚姻都是报这个负面的 但是现在呢 他们都深知 这个神是真实的 神是会祝福祝福他们的 所以他他也知道 我之前是一个多么烂的人 多么没有救药的人 以前这个信心软弱 很少祷告 对人生失去盼望的大姨妈 从我这个结婚以后呢 他对神的这个信心呢 就以日俱增了 以前他怕饿 嫌这个认罪太苦太累 不愿意进食匹马 现在呢 就坚定的去信号 重新开始为自己的儿子 匹马蒙会认罪悔改 三姨呢 自从我跟可可结婚了以后呢 他就似乎看到神的伟大奇妙 大姨和三姨 以前就很少参加星期三的晚上祷告会 现在呢 他们两个每次到了星期三 都积极的参与 从他们这个祷告呢 就看出了他们这个越来越可慕主的心 他们从我的身上看到了神奇妙的作为 让不可能变为可能 罗马书五章十九节 因为义人的拜议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义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了义 这个这里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真理 这个真理呢 就是指因为有一个人 一次的悖逆行为 此就进入 因此进入了全人类 就因为有一个人 一次的顺服行为 人类就因此得了 得以称义 然后顺服神的威力是非常大的 如果说耶稣一次的顺服行为 改变了全人类的命运 我这一次顺服的行为呢 就改变了所有跟我有关系的人 改变了他们 我仅仅这一次顺服 居然就应验了圣经上的神的话 这是多么奇妙的见证 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婚姻呢 造就了所有跟我身边有关系的人 教会也因此呢 复兴起来 就连这个远在大亚湾的 这个祷告店的 这个 这个祷告店的负责人 邮长老 也来到我们教会 做见证 他说他从来都没有 在教会里见到过 他这个 跟我们教会呢 已经分开了两年多的时间 两年前呢 在教会里 他就真的是没有见过我 这一次因为他的爸爸得医治 也是因为匹马猛辉 得医治了之后呢 这个认识了我 然后呢 他一问呢 回到我们教会 看到我了 他就说 他非常惊讶 他惊讶于什么呢 他惊讶于我的这个生命的翻转 他知道我原来从来就不来教会了 怎么现在就突然冒出来了呢 而且还教他们怎么样匹马 怎么样去 结果他老爸呢 这个糖尿病呢 就怎么都治不好 医院吃了无数的药 全花光了 都快花光了 天天以泪洗面 现在居然就治好了 神就这么医治了他 一晚上就医治了 哎呀 真的是很奇妙 那个事 他也是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他看到我 他也是非常惊叹 他说神太伟大 这一年啊 这么短的时间 就能够彻底的翻转一个人 所以他要坚定的 从此以后 他更坚定的服侍主 更坚定的啊 去去大雅湾 去建立教会啊 所以呢 要知道 我一年前是非常悖逆的啊 从前就是 我从来不来教会 也不修 也不灵修 不祷告 不读经 经常跟我妈在家里对骂 啊 这个谁不服谁 现在居然就可以 这个很顺服我妈啊 这个服侍教会 啊 这个 任劳任怨了 现在啊 所以神的工作就是这么奇妙 知道吗 这个 且美好圆满 啊 神能够把我恢复成成这个顺服 谦卑啊 受教的那个样子 所以呢 神对我的改变更新呢 他就是一个奥秘 我的婚姻呢 也是一个奥秘 更是一个见证 所以神界 灵界 人界 共同见证了这一奇妙的时刻 六月二十一号那天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天使观看 普天同性 耶稣基督的和圣 零前 四章九节 这个 出埃及记三四章 六到七节 讲到 耶和华 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露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 过犯和罪恶 好的见证呢 是可以让外国人 对主内的美好生活 无比向往 表面上 这是一个婚姻 这是一件婚事 本质上呢 是神在这一间教会 完全的得胜 完全的胜利 因为魔鬼的黑暗权势 和他的国度呢 因此呢 受到了极大的亏损 他的阴谋 没有办法得逞 婚姻不仅仅是 小朋友过家家 这么简单 也不是两个人的爱情故事 那么简单 而是叫基督里的 这个大联合 整个国度的扩张 岳父及其家族呢 本来是不信主的 但是参加了这次婚礼之后呢 他们都很受震动 说原来基督徒的这个婚姻 婚礼是这么的隆重 这么的美好 两个两家人是这么的和睦 他们就有西 有有有有这种意向 想归上主 在问耶稣的事情 当还有一些家里的一些 婚姻不幸福 也没有盼望的人 他见证了这一次婚礼之后呢 都充满了盼望 在问我的岳母啊 关于这个耶稣的事 怎么信耶稣的事 仿佛这一次婚礼呢 包括外邦人在那个 所有参加的人呢 都被更新 被转化 被这个医治 还有就是心结被打开 多年的心结 就这样被打开了 当你听到这个见证之后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同感 对那个确定的事 就认为了 然后再乱自己到处 我就当你闻的事 留在这里 都被打开了 就好了